崔永元发泡怒对范冰冰,暗示其偷税漏税。 最近,崔永元在其微博上怒对范冰冰,称范冰冰前的演义合同存在阴阳合同的问题。 并且暗示范冰冰涉嫌偷税漏税。6月3日,国家税务总局已经责承相关部门进行调查。 明星涉及偷税漏税的新闻已经不胜枚举,从最早的刘晓庆开始,到近一点的杨敏, 都被曝光涉嫌偷税漏税,有的被实锤还有部分只是怀疑。 这其中的利益与纠葛十分复杂,相信不是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和专业人士基本上都是一头入水。 不过这样的事情被曝出来,十分影响明星的形象。 这些事情被曝光以后,他们的广告代言收入一落千丈。 想如张子怡也在泼墨门和桃水事件以后,她代言的手表、化妆品、服装等各大品牌都相中断合作。 真是想想都肉疼啊! 不知道这次的事件会对范冰冰的事业造成多大影响。 因此我们坐等范冰冰冰工作室的实锤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